一场意外 老人腿里植入钢丝 却很难取出 是必须要取掉 拖欠医疗费 却不肯透露自己信息 他是骗子还是另有隐情 骗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小路镜头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让大家如此震惊 没法升级房子的地方 敬请收看本期道德观察 难以凑齐的医疗费 画面中的老人叫王福尘 以石荒尾声 而旁边的几根树枝 几块木板搭建起的简易窝棚 就是他的住所 在交谈中 老人为什么流泪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靠石荒攒的两千元钱 又是怎么回事 2017年元旦前夕 苏州某医院的行政人员蒋庆瑜 遇到一件发愁事 这让他过年都没有心情 他叫王福尘 今年六十四岁 本与蒋庆瑜互不相识 2015年5月26号 王福尘不小心从高处跌落 被好心人送到了蒋庆瑜所在的医院 意外造成王福尘右腿粉碎性骨折 医生紧急为他做了手术 因为治疗需要 他的腿部被植入了刻石针和钢丝 按照规定 这些固定材料需要在王福尘伤腿恢复后 重新做手术取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放时间长以后 这个内固定物断裂 移位 那有可能会出现疼痛 或者是影响到关节的功能 当时距离老人第一次手术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第二次手术 却依旧是遥遥无期 据蒋庆瑜了解 王福尘没有医保 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他连第一次手术的医疗费 都没有还清 又怎么能够凑够第二次手术的钱呢 我说我没有钱 我怎么办 也觉得非常绝望的 挺绝望 2015年5月 王福尘在医院做第一次手术时 他的医疗费就出现了问题 他告诉医生 他只有5000块钱 然后剩余的费用可能交不了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蒋庆瑜 这个人并非恶意拖欠医疗费 接触下来之后 发现他家庭非常困难 于是他一边督促王福尘想办法凑钱 一边试图更多的了解老人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 蒋庆瑜很快发现了新问题 王福尘对问题的刻意回避 让蒋庆瑜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判断 而且直到出院 王福尘再也没有筹到一分钱 蒋庆瑜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好让他先出院 总医疗费是11000多 交入5000元的押金 签了大概6000多也 出院那天口头跟我说 他这笔钱愿意还 出院后王福尘回到了以前的居住地 周围的人却发现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进程状态非常的不好 以前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现在基本上这老人也不打招呼 然后表面好像感觉 我们都不认识的那种感觉 血液管完了也很囤废 也不说话 此时的王福尘成了人们眼中的怪人 更让大家疑惑的是 他突然将积攒很久的废品 全部处理掉了 住所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好像要准备离开 我可以一柔了之到更便宜的地方 去把那个二次手术做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 没过几天 邻居们就发现王福尘不见了 我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 你真的考虑我再一去不返 再也不会回来 你就听我外交 我放了 他身上也说什么呢 或者说学生诊 那个王爷 你去一下几点 忙碌的工作让蒋庆渝很快就淡忘了老人 直到有一天 医院前台突然给他打电话 说有个人找他 我也不知道是谁了 所以我到楼下一楼 然后去看一下谁 当蒋庆渝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 他看到了王福尘 见蒋庆渝过来 王福尘从兜里掏出了一碟钱 最大名就是五十 他就跟我说 叫我筹到一点钱 我想先还一点钱 一共两百三十块钱 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 蒋庆渝依旧清晰地记得这个数字 这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男孩 想起自己之前对老人的种种猜测 在接过钱的那一刻 感觉自己非常渺小 王福尘本是哈尔滨人 2014年孤身一人来到苏州打工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最后才以食荒为生 这次意外摔伤被医院救治以后 老人一直心存感激 想尽快偿还医疗费 无奈他在苏州举目无亲 于是想回老家借点钱 但回去后他并没有找到亲人 不得已又折返苏州 先将卖废品的一点钱还给医院 面对询问啊 王福尘依旧是不肯透露自己更多的信息 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看着王福尘远去的背影 这让蒋庆瑜更加的疑惑 如果他是骗子的话 为什么还要回来还钱呢 如果他不是骗子 为什么又不愿意说出自己到底住在哪里 这个老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这场意外不但花光了王福尘的所有积蓄 还欠下外债 如今他除了要尽快想办法还清医疗费外 还需要攒钱做第二次手术 王福尘曾经到医院打听过 二次手术需要多少费用 但听到准确数字时 他的心凉了半截 可能得上万五千 上万 让王福尘对第二次手术望而却步 以他目前的经济能力来说 每天使荒最多也只能赚取十多元 就算365天不吃不喝 每年也只能攒三四千元钱 而第二次手术必须在一年左右后完成 怎么办 如何才能尽快挣到钱 王福尘只有拼命使荒一点一点的攒 他想着只有先将第一次手术的欠款还清 才有办法做第二次手术 就这样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 几乎每个月的月初 王福尘都要步行两个小时 到医院找蒋庆瑜 大多数时间 王福尘并没有筹到钱 只是过来报个道 一个陌生人 他们每次到医院去找你一个人 只是想告诉你 他在这个城市只能找到你 2016年6月 王福尘该做第二次手术了 蒋庆瑜也有些着急 他说蒋庆瑜没那么多钱 我也想去 但是我没那么多钱 第一次钱都没到位 我就觉得 二次手术肯定没有指望 就觉得非常绝望 江青瑜心里很清楚 以王福尘目前的经济能力 让他自己攒钱做手术 几乎不可能 他将王福尘遇到的困难 向院长做了汇报 就这样 蒋庆瑜找到了 该公益项目的负责人 希望他们能够 给予王福尘一些帮助 根据救助流程 蒋庆瑜需要提供 老人更为详细的信息 于是 他和志愿者们决定 去王福尘的住所看一看 他一直跟我说 他有地方住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一个能称为居住的地方 至少是一房子 至少能遮风避雨 你住了多久了 当民的那条小路走过去之后 那个管道别上 看到一个 没法撑起房子的地方 当我们真正看到 他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所有人都流泪了 几根树枝 几块木板 搭建起的简易窝棚 荒凉而凌乱 眼前的一幕让大家惊呆了 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年多来 这个一点点 还着医疗费的老人 竟然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是想帮你解决 是 我别人都在帮我 我想问一下 你上次的几千块钱 离我的两千块钱 哪没来的 我没有东西 卖给铺垃圈 咱们知道吗 卖给铺垃圈 你就在这边 捡点铺垃圈是吧 此时蒋庆宇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王福晨 对问题刻意回避 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这样的境遇 王福晨的事情 打动了负责公益项目的人们 他们决定帮助王福晨 偿还余下的欠款 资助其完成第二次手术 2017年1月9号 王福晨被志愿者们 推进了手术室 周末也没想到 我说你们能收留我 做二十手术 手术室里 王福晨的手术 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 手术室外 蒋庆宇也整整等了三个小时 可能超越了病患的关系 可能他在苏州 把我当作他唯一的亲人 不是亲人 甚至亲人 比亲人还亲 那种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现在关节活动还蛮好的 关节的功能活动蛮好的 去的功能很好了 王福晨的第二次手术很成功 术后恢复的也不错 很快就可以出院 但一个新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王福晨出院后怎么办 解决了他的住病以后 要解决他的生存的问题 那么要怎么样使他生存 首先要使他有一个家 当时眼看就要过春节了 王福晨在苏州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还需要休养 出院后连住的地方都成了问题 支援者们除了给王福晨捐款捐物外 还四处打听 安排一个合适的住所 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农户 然后让他过去能够过一个春节 至少这样大家都能放心一点 解决了王福晨的住所 眼下更重要的就是帮他找份工作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志工嘛 大家都在朋友圈里 都发他的照片发他的情况 这时苏州市某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需要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心的看护者 他们的负责人一次偶然的机会 得知了王福晨的事 这让大家眼前一亮 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份 守性的这个承诺 让我们看到 对我们觉得他可能能够做的 会比一般的那些 只是为了工资啊 只是为了报酬来的这样一份职业的人 要好的很多 虽然王福晨是个守性的人 但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呢 你如果想去老乡家 你不猜一下 最方便你就是你自己 什么想法你自己说 就是你走之前 给那边人说一声 对吧 这块没问题 他说 你现在印象了 做什么工作 我是只有有份工作 能糊口就行 他觉得很多事情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应该做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是觉得蛮认可的 就这样 2017年1月底 王福晨被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聘为正式员工 开始了新生活 这个流浪动物基地 很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管理员 大叔 王叔 大叔 您进到的 进到个年了 要不要看看 这又要进 你看看 走 现在的王福晨工作稳定 对生活也很满足 除此之外 他还成为一名志愿者 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公益活动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在这个大家庭 让我学会是感恩 我用我的行动去回报社会 去过爱那些 更需要帮助我的 王福晨不仅是一个淳朴厚道的老师人 还有着一颗真诚的心 在他还医疗费这件事情上 靠拾荒 艰难的 一点点的还债 就连没钱的时候 他还要来看望一下蒋庆瑜 他就是想用行动告诉大家 他没有跑 这笔钱他还是要还的 正是他的这份真诚打动了所有人 其实呢 人人都明白 生命中会有黑暗 有坎坷 有艰难 关键是人在困境 谁来搭把手 王福晨是幸运的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医院和志愿者们帮了他 而这份帮助让王福晨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更让他学会了感恩 而他也带着这份感恩的心 学会了回馈社会 我是许俊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